夫妻忌讳四件事情 有些矛盾正是因为下面的这四种表现引发起来的 所以夫妻之间一定要避开这四件事 一 生活中总是反着干 从家庭生活上来说 柴米油盐都是生活 难免会磕磕碰碰的 有的时候难免两个人会有矛盾 这个时候两个人一定要理智一点 不要因为今天自己老婆没给自己吃婚的就不高兴了 再说女人也不一定就是给男人做饭的 所以有的时候男人应该理解一下自己的老婆 不要和他对着干 对于问题两个人应该商量着来看 看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做 这样的话你们之间还会反着干吗 二 对于对方的问题会满不在乎 对对方的所有事情都不关心 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在社会的关系上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特别是当你和婆婆之间产生问题的时候 向他诉说的时候他总是默不关心 有的时候婆媳关系之间的确是多 但是也不能当看不见吧 应该学着积极的解决 否则你们两个人就会有摩擦 三 说的不恰当的话伤害对方的自尊 当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事情 做得不如别人有能力的时候 他就会说你看看人家的老婆 你看看人家的老公 其实这样是最伤害一个人的心的 夫妻两个人应该彼此的信任 而不是相互的挖苦对方 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就要学会生活 别人的永远是别人的 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不要再说这句话去伤害对方 四 沉默成了家常便饭 两个人夫妻之间本身白天就各自忙各自的工作 但是到了晚上 两个人不应该对彼此陌生 毕竟两个人是夫妻 夫妻生活也是关系感情的前提 所以必须引起重视 沉默就是所有矛盾的根源 夫妻两个人不怕吵架 怕的就是不说话 这样的话两个人迟早要离婚 都没有了共同话题 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 男人在家应该主动一点 在夫妻两个人之间还存在高冷 你说还有什么意思呢 婚后两个人一定要独立 不要依靠对方 婚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信任对方 失去了信任也就失去了感情